近时法随妙莲华金藏演艺 即将在12月10日及11日演出 此前马来西亚各州分会智慧积极排练 吉安丹智慧也不例外 当地志工配合参与演艺 更积极菩萨招生 邀愿民众加入演艺团队 与17人共同入金藏 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们能目到这么多的大德 一起来 这一个姻缘真的非常难得 然后其实我也非常感恩 我这一班的小老师 会看到他们的那一种尽力 尽责 真的他们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大家都蛮互相的 都有默契 就是一起在学习 练习演艺之前 志工为演艺团员讲解近藏演艺曲目 在练习过程中 也耐心纠正错误和示范正确动作 确保众人充分了解近藏演艺的意义 在教的过程中会会起一些煩恼 就是主缘他们都不配合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 个团结会大声 可是真的很感恩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是会 有时候我们要缩小自己 不要说一次整 我们一直说就是以比较用 比较严格的方式 可能每个人的体制 他们的动作不能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要提亮他们 来到录制演艺验收影片的时刻 志工与民众聚集当地会馆讲堂 整齐化业的演艺所有曲目 顺利演艺精湛 众人发喜充满也有所体悟 在这个陆经藏的手里内 我体悟到了不只是其中的道理 关节的力量 少了一个人 就会牵涉到其他人 所以要有这个责任去完成 不只是一个人的力量 而是全部人的力量 我们早上是做过嘛 晚上就这个练习咯 可是练习当中 虽然是有时候会觉得疲倦 可是心还是很高兴啦 因为每次聚在一起 可以跟朋友大家一起 来学习这个活动 演艺这个马船 就是给我们知道 大家在同一条船 尽量缓解一起出发 去帮人救人 我们都可以付出 自己的小小的一份免力 深入金藏弘扬佛法 志工与民众洗涤内心 发愿救济苦难 大家新闻 这次美猪公马来西亚 下方报道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我们下方报道 接下方报道 有免得 等一份 都交到 最后一份 都送到 那边 他们